家長帶孩子來到娃娃機 不是投錢操作爪子夾取 而是讓女兒整個人鑽進機台 伸手一拉把包包勾出洞口 時機回到這間娃娃機店 裡面放的多半是大型娃娃跟包包 業者為了讓顧客好出貨 洞口比較大 沒想到小孩子半個人伸進去拿 監視器PO上網引來民眾議論 小孩子拿包包就在台中霧峰中正路上 一間娃娃機店 18號晚上8點多 家長帶孩子來 兩個人都戴安全帽 玩機台剛好背對監視器 家長讓孩子深進洞口取貨 業者認為應該通知校方 給孩子正確觀念 警方說目前沒接貨報案 但監視器PO上臉書社團 切到涉嫌公訴罪會依法追查 除了通知業者道案作筆錄 孩子未成年還在念書 會向學校了解後續處理情形 至於家長 恐怕得負起民事賠償責任 刑事部分則是有教唆跟切到刑責 TVB的新聞 李陳友許又翔 SNU小組台中暢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